我在2005年就被盧卡诺电影节邀请当评审 我发现这个影展特别对新晋的年轻导演很重视 当然也有老导演参加竞赛 但是更多的年轻导演会来到盧卡诺 被这个世界发现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量级的一个影展 它是我最新的电影日子 是我拍完之后就遇到了疫情 所以目前为止它是我最新的作品 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电影 因为这是我在60岁以后的作品 我可以非常放松地去完成一个很特殊的一种创作方式 就是基本上是没有电影工业的干预 是非常手工的 非常个人的 表达了我自己对情感 对世界的看法 觉得非常荣幸被盧卡诺受我这个奖 让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电影 做得还不错 然后有一些对世界有一些影响 然后我每个电影都是非常小心地在拍 数量不多 但是是有影响力的作品 我自己很开心 希望这次盧卡诺诺的观众 能够发现我电影创作的那个状态 最新的一个状态 我基本上是追求 非常追求电影自由的表达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 电影可以更加地自由 尤其我们在电影院里面习惯看到的电影 我觉得它不应该只是这样子 它有更多的可能性 不管是我发音拍摄日子 或者是我做的那些装置装置创作 基本上我就是要模糊掉电影院跟美术馆的界限 所以电影院可以是美术馆 美术馆可以是电影院这样的概念 是我最近在进行的一种表达方式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